整備好嗎 Everybody Ready go 他真的太吵了 我現在把他移到角落去 把這個邊降 先示範一下 他衝過來了 有沒有 他衝過來了 太吵了 這樣的話他就被鎖在最旁邊了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豬遊戲生存的第八集 之前就要介紹居家改造的單元了 然後呢首先呢 你必須先準備很多竹子 對 再來就是這家裡面呢 其實有些石頭跟樹啊 我沒有砍 然後我已經先把輪廓給建好了 就地板輪廓 這地板輪廓的部分呢 我有預留一格 你們看一下我有預留一格 這方式是跟Rustlian20是一樣的方式 預留這一個是為了 未來可以做的東西叫做 巨馬 或者是陷阱 對 好 因為我是慢慢玩啊 沒有用什麼任何修改器什麼的 就是 一草螢幕都是自己收集的 所以稍微玩的比較慢一點 然後再來因為玩很多遊戲的關係 所以呢 就等級才21集 好 這邊呢 未來我要把這邊 變成是一個類似 動物園跟 監獄嗎 對 好 你可以先蓋外圍啊 外圍蓋好以後呢 你這樣就會有個家的雛形 只是我這邊稍微有點蓋錯了 因為這邊預留到兩格 不過我想說就沒差 相錯就錯吧 對 這邊預留到兩格了 所以呢 我的側邊應該會比較小一點 這邊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對 一樣這邊是 這邊留掉兩格了 好 那我這邊就開始蓋 家裡面剩下的部分了 這邊就要開始擴建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擴建的畫面吧 好 我的話呢 就會選擇門跟 那個 牆壁 然後盡量不要選擇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 如果說今天有AI玩家來人家攻擊你 他從外面貼著牆會打到你 因為這是個窗戶 窗戶的話呢 是會貫穿的 所以你建這個時候要小心 好 就多建一些這個門 然後你門的話呢 也不要建太多 因為建太多有時候呢 你在逃跑或什麼時候呢 這個門會是開著開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 在追你的寵物或者是AI玩家 可能會從門跑進來 所以你門跟 門的比例還是要稍微拿捏一下 好 這裡的部分我用這個寵物的 孵化 孵化槽這個來當牆壁 因為他也是過不來啊 他沒有辦法穿越過來 所以呢 就當個牆壁 我等一下試試看可不可以從這邊衝過來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這就要往那裡移一點 好 我先把這邊蓋完吧 大致上我會蓋兩面牆一個 一個 一個門 兩面牆一個門 這樣子 間隔 大概走兩步路就會有個門 就跟你走幾步路 可以看到一些SafeAvencina的道理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還蠻好玩的啊 你自己慢慢採集 然後 收集到物件你就會比較省著用 如果你今天用外掛模式去修正的話呢 稍微會少一點採集的樂趣啊 雖然會玩得比較快一點 哎呀 然後大家自己決定看要怎麼方式去玩 好 我來這邊點 我想說有些人等級練好快喔 怎麼練那麼快啊 然後加一下建的水泥牆什麼的 那怎麼可能那麼快 我自己玩都沒有那麼快 因為這個遊戲是要升級一些材料槽辦法 這麼快進化的 好我先試一下這邊能不能貫穿 欸走不出來喔 所以這邊可以 用這個寵物牆來卡 可是呢我就還是把它移進去一點點好了 還是這樣開放式蠻漂亮的 因為還是走不過來吧 好先這樣吧 好走不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門之後我自己可以開 AI玩家無法開我的門 然後我這邊現在已經 養了 欸應該不是我養啦 捕捉了幾個AI玩家 5個AI玩家 然後我看玩家 其他玩家捕捉好多AI玩家 然後這兩隻口真的太吵了 我絕對 要做個通道啊 讓他們通到這個地方來 到這個地方來以後呢 把他們養在這個位子吧 不然這太吵了 好我先想一下要怎麼做通道 今天要先來做通道了 通道的部分呢 我地板是必須先建 然後這隻是建池湖啊 這隻應該是建池湖 他的牙齒很長 我在野外也遇過他了 好我現在要通到這個 恐龍區 因為恐龍區很吵 逃死啊 抽恐龍 我來做通道吧 好像蠻好玩的 你現在是迷宮 我要讓我的恐龍走嗎 真的很吵 真的很吵 好我要把他們引過來 哇恐龍通道欸 很有趣喔 這中間先不要做門好了 不然等一下很麻煩 好這邊應該不用做 因為這邊做的話呢 太過不去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恐龍通道 好我要把他們引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呢 我這邊可能要做到兩扇門 這樣的話呢 我才有辦法 快速跑出來 先試試看這個方式好了 我包圍跑出去欸 應該 不會吧 好 好我現在的策略對不對 就是呢 把這個牆打壞 把這兩個牆打壞 然後讓這兩隻恐龍就順著這邊 跑跑跑跑跑 因為他想追我嘛 因為等一下我會站在這個地 我會站在這個位置吧 他們過來以後呢 我就趕快躲起來 我就躲哪裡都可以啊 然後把他們關在這附近 好這個門先 這個門先刪掉好了 不然這個門 欸他們應該也不會往外跑 因為我不要往外跑 就不會有問題了 好 好我們來玩一下吧 準備好嗎 Everybody Ready go 來開這個 他真的太吵了 我應該把他移到角落去 八字邊疆 這是第一隻吧 來了衝過來了 他衝過來了 他衝過來了吧 有沒有 他衝過來了 好好好來 過來過來過來 裡面 來抓你 把他引過來裡面 喔唷 痛欸 小屁樓 小屁樓 算了算了 把他養到邊界好了 他現在哪一格啊 靠 我快要死掉了 啊被卡住了 我現在不知道這小屁樓在哪位置 欸 他這位置應該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這位置可以 欸再讓他進來一點好了 好他進來了 他進來了 哇冒著生命危險欸 哇冒著生命危險欸 他想要被門卡住了 等一下 我現在 必須逃脫 哇 這種人真的很吵 然後就是 就是 沒想咬我 吵死了 以後我再不會再繳繳了 然後呢 再一下喔 他現在被門卡住了 好吧 我先把他關在這個角落好了 算了 覺得他真的很吵 那我現在把這個門給破壞掉 好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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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關起來了 成功了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我想一下喔 我要把他養到哪裡啊 哇 他這樣才打到我 應該是要卡在牆正中間的關係吧 有個方法我先把這個刪掉 這個人很吵 發自邊僵 好 這邊可以 發自邊僵 太吵了 好這樣的話呢 他就被鎖在最旁邊了 然後旁邊這個門我要把它拆了 不然他到時候從這門出來我就死定了 然後他這遊戲沒有那個什麼 殭屍槽或恐龍槽啊 然後AI玩家也不會破壞你的牆壁啊 目前開始不會啦 所以應該是還OK的 然後現在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我要把他關在 關在他 我想要關哪裡 他們兩隻太吵了 不要兩隻關一起好了 另外一隻關在 另外的角落好了 欸不要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很吵啊 我想一下關在一起好了 關他旁邊吧 我現在想要怎麼關他 這邊是做窗戶啊 所以這隻箭齒骨會打到我 這隻是箭齒骨喔 我有看壞牙齒很長 箭齒骨有說好吵啊 好不管他 我們現在呢 看一下怎麼搞不好關起來 好啦我們去抓另外一隻 等一下這隻要把它打開 我看一下 先過來的時候 這道我們要開嗎 好我先站在位置好了 站在安全的位置 站在這裡好了 這裡的話他應該就會跑到這個位置來吧 好我們來試一下吧 恐龍 引道要來囉 真的很好玩欸 你像那個洪水 然後你把一個 牆拆掉洪水會淹過去一樣 好我要把這個拆掉了 欸 他怎麼沒有跑過來 他應該要跑過來 沒有嗎 他是卡住了 他卡住了嗎 他該不會卡住了吧 喔沒有他沒有卡住 我被他騙了 欸 他沒有追過來 為什麼 這隻恐龍比較笨是不是 他這樣沒有跑過來 嗨 這隻恐龍怎麼回事啊 有啊有追過來喔 走開啦 完了完了完了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不要咬死了 我現在卡住了 哇這恐龍怎麼強啊 不要逼我殺你喔 哇唷快死了 哇這是恐龍 這恐龍怪怪的 他是會卡住的恐龍 欸怎麼回事啊 喔 可惡啊 追過來追過來追過來 追過來追過來 欸可以喔 追過來追過來 笨龍 笨龍 追過來啊 超好玩的耶 自己在家裡面該煮我這口龍耶 啊 完了完了 爆 我的鳳梨快吃完了 我的深海大鳳梨 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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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到了 關到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等一下 我現在要先躲到這邊來 為什麼要躲到這邊來呢 好吵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不能開到那個門了 開到門就完蛋了 它就跑出來了 好 在這邊來 然後呢 我現在要把這個門拆掉 欸 等一下 我這邊 算了 我就想說蓋窗戶好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好吵的龍喔 有看到房子的樣子是這樣子嗎 所以如果是有屋頂的話 你左上角可以按啊 就會變成這樣 像一個蘇柔記恐龍的度假村 然後我現在旁邊這邊都已經蓋好了 這邊因為這邊沒有把它蓋起來 所以它不會整個蓋起來 可以看得到是長這樣子的 我家應該是說 我看一下喔 這一區有 有遮蓋在一起 然後這邊因為有這個恐龍的那個 養殖區啊 所以呢 這邊的 三個牆邊沒有蓋在一起 然後我成功了把它引過來了 喔 這三隻恐龍會讓我崩潰欸 因為這兩隻恐龍啊 太吵了 然後這邊現在是個監獄啊 這邊監獄到時候我想把它移到 左上角去 左上角那邊 然後我要看一下怎麼移過去啊 因為 這個一開他們 他們會開始逃跑啊 我要試試看 因為他們如果說今天沒有個通道的話 他們是不會移動的 笨笨的 所以呢 我可能要先嘗試一隻 我先來試一隻好了 今天這個遊戲還蠻好玩的 居家改造王之 打造豬爾記恐龍監獄 現在這麼一開的話 他就跑出去了 所以呢 我必須要 讓他們跑不出去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再做一個 一個牆 我想一下怎麼做 超難的 現在要怎麼把他們移走呢 這一些人類 要怎麼把他們移到 角落呢 然後之後我可能就 不是在搜留啦 搜留在 六隻就好了 就是六隻 AI玩家 剩下多的就把他殺了 不然這樣很麻煩 然後你們要記得做地毯 你做地毯的話呢 你回到家的話 他會出現在這裡 不會在外面 你才不會說你一回家 你忘記說AI玩家在家裡附近你 然後就被 AI玩家打死了 好我先試一下一隻好了 有沒有辦法把他引到外面去 這隻新抓的 這隻比較兇啊 因為他們會往外跑 時間到以後就往外衝了 我先思考一下 這邊要怎麼做呢 做個 第二層牆好了 走到 好 好 然後呢 他的通道 喔先把他打開 他的通道應該在這裡 這邊要把這個 稍微做大一點 然後不要讓他有機會出來 這個還蠻好玩的 這個還蠻好玩的 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就是跟AI玩家還有 恐龍的一些 鬥志啊 我現在試試看 我把這個 這個地方 看會不會攻擊我 應該是不會啦 好 等一下這裡呢 我就要把這邊打開了 這邊把它合起來 他應該是 打不死我吧 好 先這樣子好了 有危險的話 我就 欸 我也不知道欸 我想一下喔 就給他死吧 哈哈 跟他搏鬥 好 我現在要把這個門打開 我要試試看這個AI玩家 他會不會往外衝啊 好好玩喔 他會怎樣呢 欸果然 他沒有反應 因為他知道沒有出口 他沒有出口 他就不會動 你看 沒有出口就不會動 傻傻的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們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出口 讓他可以直接通到地圖外面 他現在直接衝出去 時間就是過了那個 他想殺你的時間以後呢 他只要有出口 他就往外衝 因為我之前放走了兩隻AI玩家 然後這一隻呢 因為沒有出口 所以他就 待在原地不動了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引誘他的方式 對不對 我必須 假裝有一個出口 讓他往那邊衝的時候 我再把他關起來 我要在很快的時間內 對不對 把這個門 做好 然後 讓他 來不及出去 然後 他通常是用跑的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這樣我要坐在哪裡呢 我想一下 我是想把他們引到這邊來啊 這邊來是 可是還蠻難的欸 說真的 又不會移動他們 他們又不移動 欸 所以我現在如果把他們關在一起 他是完全都不會動的欸 會遛這站好好的欸 好像有趣欸 可是我現在還是不能夠 大意 我先思考一下好了 下一集呢 如果 之後啊 之後的技術我想到怎麼玩的話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先把他關回去好了 不然很麻煩 因為我這邊一破壞 可能就往外衝了 好這邊呢 我也要讓自己可以出回去 所以呢 我就 這邊開一個洞吧 好 OK 這邊的部分呢 之後我會再調整家裡面 主要今天是要移恐龍啦 居家改造王的單元是要移恐龍 成功把恐龍移到角落去 因為他真的太吵了 然後我家現在的大小呢 已經快到滿地圖了 對 差不多快滿地圖了 只差一排沒有 呃 如期啊 不然其實你們看是蠻大的 這邊之後呢 我就會把他擴建開 然後這邊牆壁會拆開來 然後這斑馬比較可愛 安全 安心他也不會攻擊人 然後我就把他關在裡面 然後這間是非常吵的一個恐龍區啊 和那個 豺狼古暴區的這邊 這個劍齒我真的超兇的 然後這兩隻口很吵 好 讓我們繼續吵下去好了 好 大致上呢 今天這集呢 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集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也可以繼續訂閱我 我會繼續介紹這遊戲的攻略 可以分享他的遊戲的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豬遊戲生存的第八集 這集呢 就要介紹一下 居家改造王的單… 這集呢 就要介紹一下 居家改造王的單… 這集呢 就要介紹 這集呢 就要介紹 居家改造王的單… 單元 改造王 這集就要介紹 居家改造王的單元了 然後呢 之前就要介紹 居家改造的單元了 然後呢 首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